至于呢 已经这个恋情修成正果 同时要在今年生下小龙 小龙女还是小龙子的小天后孙燕姿了 现在怀孕四个多月 所以我们大家还不知道 不过呢 人家很多的孕妇 前几个月白嫣有点疼苦 结果呢 她还在那边拍MV咯 吊钢丝咯 跳弹簧床 很恐怖 害怕 还好啦 经纪公司说 那时候啊 燕姿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索性是没有伤到肚子里面的宝贝 小天后孙燕姿在新歌MV里 竟然不顾肚子里的宝宝 大丸特级 吊钢丝 危险动作还不止这个 为了求效果 孙燕姿甚至狂跳弹簧床 让人看了新鸭鸭 明明就要当妈妈了 却还那么卖名演出 迎来大家关心 不过经纪公司说 当时孙燕姿配合导演 做出吊钢丝等高难度动作 其实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 其实孙燕姿之前就曾开了粉丝 一个玩笑 把棉被衣服全都塞进肚子里 假装怀孕 之后才间接宣布怀孕的喜讯